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星期三自信祝學黨刊求是 契紅旗創刊六十七年 話求是雜誌是黨中央指導 全黨全國工作將重要思想理論陣地 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武裝全黨、教育人民、指導實踐 作出獎重要貢獻 希望深入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 牢牢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和輿論動向 求是前身紅旗雜誌 1958年由武澤東倡議創辦 文革期間和人民日報和解放軍部 合清冷暴一行 由四人幫把持控制 成為發表官方消息動向的權威媒體 之後是1988年改名為求是